因為這樣啊 好 節目快到了尾聲了 也很感謝今天很多朋友來 不曉得你們是怎麼被騙來的 尾聲還是謝謝你們來聽完整場演唱會 知道我是誰嗎 不是郭富神喔 我是蜀蜜 小小的宣傳 接下來在 在4月23號 在台北 我人生今年 第一次辦一場 千人的 售票的 母語演唱會 就整場都是唱母語 你們應該沒有聽過這樣的演唱會吧 有字幕有字幕 我們比賽韓國藝人來台灣小巨蛋開演唱會的 狀態這樣子 雖然全部都唱阿美族的語言 然後全場這樣 但是還是會有字幕 然後讓觀眾也是容易進入到歌曲裡面 但是我一直覺得 我深信啊 音樂是五股 語言絕對不是歌歌 然後藉著這樣子的分享 然後我也把這些弟弟妹妹一起帶去台北 跟我一起演出 希望大家給他們多多支持 鼓勵一下 然後 我也覺得 就是 雖然我是原住民 但我不是原始人 雖然很多紀錄片 然後 我一直告訴我的弟弟妹妹說 我們是原住民 但我們活在當下 我們要活成我們自己的樣子 然後 跟更多朋友來分享我們的文化 對 就讓他們變成哈原住民族 這樣你們願意嗎 願意 好 好 那期待4月23號 雖然有點遠在台北這樣 然後最近也是宣傳 然後這場 很特別的母語演唱會 然後 感謝有人願意贊助 就是 法力打吉他贊助 他贊助 他贊助 因為這場演唱會的名字叫法力 就是 阿米族的風的意思 風 就是 許那4月春天這個時間半是因為 東海岸這邊的 冬天的時候都會有東北氣 東北季風嗎 當這些東北季風停下來的時候 就是 我們阿美族人要開始工作的時候 那 其實我的工作就是唱歌分享 所以我決定要用這個風 法力來 當作我演唱會的開始這樣 然後 吉他 也很好玩 就是那時候 那個 法力打吉他 聽到我的名字叫法力 就很主動的贊助 我說我家法力不是法力打 那 跟他有一點贊助 但贊助方式是 我說 我不能 我不能拿 你可以送給我的 聽眾朋友 所以 就辦了一個活動 就是 只要上網參加一個 很簡單的活動 就會得到這把 兩萬多塊的吉他 你知道 哇 我覺得為什麼送那麼貴的給別人 我也自己很嚇一跳 那 老闆就想要這麼大方的送一把吉他 他的 可是 我說風怎麼 怎麼玩 跟大家互動 就是網路上 他辦一個 跟風 創意合照的 方式 風看不到對不對 怎麼合照 很難嘛 所以他說 只要跟我的 照片合照 放到網路上 如果有人幫你按讚的話 就會得到這把吉他 所以網路上 download得到這張海報 這是我 這是我 只要上網打 打 俗命 s-u-m-i-m-g 俗命 一輩子的宿命 我是你們一輩子的宿命 認識我 是你們一輩子的宿命 就會 把照片拍一拍 不管用你的方法 合成的啊 輸出的還是什麼 就放到網路上 Facebook 做連結 就有機會得到這把吉他 然後 沒有做過這個事情 因為我覺得 做原住民的音業 不是在舊蟲 也不是在舊跡這樣 那我只是開創一個 新的 分享的方式 但 當然中間有一些 我覺得是經營的方式 必須要售票 看看原住民唱歌 能不能賺錢 我沒有願意來聽 韓國人唱歌都有人願意來聽 對不對 我在想 應該原住民也有機會 那 而且 我精心打造的 應該不會失敗 好 最後一首歌 然後 也希望今天大家有一個 美好的夜晚 然後 我還是再次 邀請我的弟弟妹妹 跟我一起 合唱這首歌 好不好 好